秋天就是要趴趴走 去哪裡呢 走去社子島的河口公園看看 在大稻埕碼頭 用悠遊卡取一輛U-bike 向右轉直直騎 第一站會經過的是 延平河濱公園 看著台北大橋 以及對面的建築物 有沒有讓你覺得 非常的舒服呢 雖然不是遠山 也不是大海 但是就是能夠讓人放鬆 平常延平河濱公園 也是會有花海的布置 這天它剛好沒有 它還是可以看飛機 還有優美的夕陽 可以在這裡見走慢跑 還能夠在這裡納涼 傍晚的風景尤其不錯 在這個中山高速公路下面 也是非常的有看頭 你看遠方的重陽橋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但是不要耽誤了自己的時間 看著天空千變萬化 非常的出彩 好喜歡好喜歡這樣的遠景 你呢 休息過後還是得要繼續看著目標往前騎 別忘了 環河北路三段過去就是接 沿平北路六段囉 夕陽它已經悄悄的在西夷了 趕緊快一點 沿平北路一共有九段呢 色子島河口公園就是在沿平北路九段 所以角程要快一點 沿途的美景還有水筆子裡面的鳥名聲 真的非常的非常的吸引人 還有這樣的夕陽 真的好想停在這一刻喔 但是為了美麗金燦燦的夕陽 還是得加緊腳步 沿平北路九段我來了 色子島社寇公園 終於到了 看到那紅紅的橋樑嗎 那就是關渡大橋 可以看到岸邊已經站滿了人 大家都是在等著夕陽的那一刻 哇 真的好漂亮喔 尤其這裡的遠山 不只是陽明山 觀音山 都是非常的好看 真的好期待 在夕陽旗下的那一刻 你是不是也跟我們一樣呢 忘了說 有人稱它為河口公園 也有人說它是島頭公園 反正都是在色子島這裡 很漂亮的一塊地方 金燦燦的天空 真的好美 讓我們跟著夕陽 繼續往前 看到了有人在河裡面滑水 哇 真的好清涼喔 這個時候也看見了遠山 開始有了一些霧氣 這樣的雲霧 真的非常的美 越來越厚的感覺 是不是會下雨呢 大家都有一點點存疑 為了夕陽美景 我們還是得要繼續登上我們的U-Bike 繼續往前 直直的走 繞這一圈的色子島 很美吧 很喜歡嗎 你也可以一起來 其實你想要騎到哪裡都可以 U-Bike 就是這麼樣的自由自在 哇看到它的滑水 也讓我非常的心動 但是汗牙子是沒有辦法去的 萬一掉到水裡的時候 誰救我呢 這個時候非常羨慕住在這裡的人 他們可以自己種菜 還可以離台北市區這麼的近 然後還有山有水有美麗的夕陽 天天生活這樣的環境 一定非常的富足 你們覺得呢 相逢自私有緣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觀賞